其实每当奥运年的时候我们体育频道都会制作一个专栏叫做人在奥运年 其实就是我们各个项目的专项记者对即将参加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的观察 因为他们才是奥运舞台上真正的主角 所以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请到了几位 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 我们来讲述一下体育频道人在奥运年制作背后的故事 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乒乓球的奥运冠军丁宁 跳水项目的奥运冠军吴敏霞 以及两位长期跟随他们的我们体育频道的专项记者 乒乓球的专项记者李武军老师 以及跳水的专项记者杨硕 先问问武军老师吧 其实这问题先应该问丁宁 在乒乓球队内部你们都怎么叫武军老师 我知道有人叫李哥是吧 富阳雅好像叫他李哥 你们都怎么叫他 还知道我是叫武哥 怎么还叫武哥呢 自创的吧 我还叫武哥 是不是还有备份大点的叫叔的是吧 对叫李叔的 武叔的也都有 谁叫叔啊 好像小枣管你叫叔吧 小枣马龙包括李小霞都管我叫叔 这个应该说 因为采访通胞牛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 跟通胞牛球队的这些部员们应该说 非常非常的熟悉 也看了他们成党 所以说大家彼此见面之后 显得更加的亲切 第一次叫叔是2005年年初 当时雅典奥运会结束以后 女队搞了一个大群环的比赛 结果刘诗文 然后呢在张一宁王楠等人不参赛的情况下 打了一个熊关赛的第一 打完之后呢 后来我当时我就采访他 我说这小姑娘将来属于天台级的人物 然后呢就对他进行了采访 没想到第二次对那大群环的时候 大家都看好他 他的成绩权 发挥的不是很好 打了个中天下的成绩 最后人家就问他说 刘叔叔为什么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反差这么大 后来刘叔叔回答说 都是那个眼镜叔叔采访我 一采访我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半了 结果呢就把持不住了 从此之后呢 李叔就笑笑了 眼镜叔叔叫李叔 你看丁丁 这个你管 我觉老师叫李哥 马龙管的叫李叔 以后马龙管你叫丁尼啊 这辈分差辈了 李老师您关注这些平方球队定的人 就像您说已经十几 21年的时间了 制作人在奥运年这个节目多少期了 还有印象吗 大致是 我记得这个人在奥运年呢 应该说 开始呢 是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 是我们这个体育新闻部开始首创的 当时呢 我记得在做人在奥运年的时候呢 当时当年的时候 播出的时间要比现在要早一些 我记得当时好像播了大概有150多期 因为我们转了一圈之后 结果呢 就是说奥运会还没开 所以说又开始了第二时候的开始制作 影响非常深 在这个雅典奥运会期间 当时呢 就是在人在奥运年的基础之上 开创了封面故事 然后呢 我记得我当年我做的封面故事呢 是老瓦的奥运清洁 因为那次在那间奥运会上 瓦尔德内尔战胜了马林 而且他跟佩尔森合作呢 又战胜了孔林奎和王靠 当时呢 大家都觉得是瓦尔德内尔 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太大了 而且蔡世华当时还说 平常的瓦尔德内尔 跟奥运会的时候这种差别太大了 到了奥运会的赛场上 瓦尔德内尔确确实实 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这种威力 感觉到了他的这种 英雄的那种气概 我记得当时在比赛现场 那也是瓦尔德内尔 最后一届打奥运会 他在比赛的时候呢 瑞典的国王王后 作为他的粉丝 就在场面观看了瓦尔德内尔的比赛 瓦尔德内尔最后一个球呢 是跟王立琴争夺同牌的比赛 非常吸取 像他刚刚马球抛球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球盘没有触到球盘中 随后呢 比赛结束 瓦尔德内尔又过来捡到这个球 又重复了一下这个动作 重复完这个动作之后 瓦尔德内尔随后向全场观众会手之意 然后鞠躬走出了会场 那是04年的故事 对 所以说就做一期老马的奥运情节 那也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就是中央健身材做的 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的故事 你看 我觉得老师谈起04年雅典奥运会的故事 还如数价珍 12年过去了 但现在您关注更多的人在奥运年的故事 应该是关于咱们中国乒乓球队的 丁宁 其实你看 备战奥运会挺紧张的 但是呢 其实像你们备战的每时每刻 都在五军老师的关注之下 就五军老师老在场面拍你们 你们有没有特别烦的 说怎么这眼镜叔叔又来了 这我不想让他看 有没有这时候 其实五哥应该说 跟我们有很多年的感情 然后其实他每次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信任他 然后但是唯独就是有一点 就是老师让我们在这个拍摄之后 采访之后进行摆摆 然后各个角度 各个角度 然后都有各种摆摆了 但是也不是 也不是不会觉得怎么样了 但是还觉得很 他有逗趣的一点 会展现我们除了 就是比赛赛场 这个外的更多的 这种多方面的我们吧 来跟我们揭秘一下 五军老师在平方球队关系最好的是谁 哇 好像都挺好的 不是你啊 是我吗 还有 对 好尴尬 对 你俩回去聊一下这些问题 丁宁 其实我们知道 今年奥运会马上就要到来 还有100天的时间 那对于你来说 肯定即面临着女单的这种 争夺金牌的压力 同时女团你也要打 那对于你个人来说 在这两个项目当中 你自己怎么权衡 在这100天里面 大致是什么样的一个备战的状态 因为应该说现在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参赛名单还没有出 然后所以可能对于我现在来讲 更多的还是就是说 权力就是做好自己现在的 这种备战状态的 当然我的目标 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够参加奥运会 然后所以其实每天也都在 为了这个目标再努力吧 刘二老师是给准备好了 被打口径来的 这事我们一会问五哥不问你了 行咱问问跳水队吧 平方球队静而须的 来问问跳水队 吴米霞是已经参加了三级奥运会 这是第四级 其实大家都在说 第四级奥运会是挺重要的 一个时间节点 毕竟16年的时间参加四级奥运会 今年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站上礼约跳板 因为之前郭晶晶也参加了四级奥运会 但是中国跳水 还没有30岁以上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所以说我这次如果能够站上奥运赛场的话 属于一种中国跳水队的一种突破 你看人家跳水队就比较实在 上来先暴露年龄 告诉大家我已经30岁以上了 是吧 来杨硕是我们长期跟随跳水队报道的专项记者 杨硕报道几家奥运会了 我这是第三届 第三届奥运会 我05年接受的跳水 其实也是伴随着像吴米霞这一代运动员成长起来的 那对吴米霞来说 他说了第四届奥运会 而你在过去三届奥运会当中 其实可能都会制作关于他的人在奥运年 去关注他的表现 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些审美疲劳 怎么挖掘新的体裁 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 真的不会 我的困惑可能主要来自于 就是电视制作技巧上面 我怎么能让观众 更好的通过欣赏这个片子 了解这个吴米霞 长得这么漂亮的姑娘 身材又这么好 她是世界跳水界公认的 就是跳水运动员身材非常棒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编他的片子是没有审美疲劳 而且我到现在我现在已经是第三次制作吴米霞的人在奥运年了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所以有故事的人是对于我们记者来说 是非常有很大的空间去挖掘的 你像比如说08年的奥运会 我那会儿我记得07年他一直在受伤 平地走个路都可以崴脚 然后我当时就是做的是玻璃人的蜕边剂 12年那会儿他戴着一个牙套 然后头还没有这么长 那会儿其实他和资上得很快 他们俩当时是在竞争 我当时是在做的一解之争的这个话题 到了今年我其实是在表现吴米霞的挣扎 他要不要继续 然后他怎么面对伤病 怎么面对亲情 所以对于他来说题材是很多的 我们每次在采访的时候 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就像一个宣泄史一样 就是他面对我的时候会讲很多的真心话 我还记得我有时候会给他提很多比较刁钻的问题 08年的时候 其实我问了他跟郭晶晶的关系 一二年我甚至问出了千年老二这个话题 可能别的记者不太敢 但是我觉得他回答的非常真诚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关于千年老二的回答 他说第一只有一个 第二只有一个 第三也只有一个 我当第二其实没什么 就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历历在目 对于我们的专项记者和运动员来说 其实形成了一种挺特殊的关系 因为长期的一起报道他们的比赛训练生活已经超越了 简单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这样的一种关系了 但吴敏霞你看刚才杨硕已经提了 他会问很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 甚至不太愿意回答的问题 那时候你什么心态 是不是心里特恨他 下次再也不接受杨硕采访 我觉得恨倒不是 但是一开始会有一种非常胆怯 见到记者我是有种害怕的心态 一直躲在过夜后面 然后回答可能就是几个字 他会问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行 还有什么目标吗 尽力吧 反正就很少的话吧 所以很多记者就对我们 就运动员来说都觉得我们说话太短 然后后来我们可能慢慢慢慢多沟通 多交流 也互相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感以后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人之间的一种采访 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把跳水这个项目去宣传 然后他也是希望我能够越走越好 把我一些故事能够带给大家 最后一问题 杨硕做的片子你会看吗 关于你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训练时间因为非常长 有时候训练时间跟那个部署时间会有一些那个碰撞 所以我们也是说没有办法去可能是当时去看 但是瘦哥他会特别细心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片子做成一个CD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自己回去可以回忆一下 我被人家挑撕根本就没什么信息 我最后我最后再插一句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记者还是运动员 这都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经历 不用老到走不动 当我们过了这一段岁月的时候再回过头 通过人在奥运年 其实我们都可以得到当时最美好的一个记忆 而且我们人在奥运年其实每一季都在寻求一种变化 寻求一种新的创新 像一二年我们着重的加上了一些实用的信息 比赛信息 比赛场地 比赛时间 决赛的时间 但这一次我们又努力的把他们每个人都手绘出了卡通的形象 然后让大家通过片子 通过卡通人物 对他们有更深 更全面 更新鲜的认识 其实大家真的会发现 这些专项记者和运端的关系 就应了我们老说那句话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这样的一种陪伴的关系 挺特别的 挺不容易的 而且在大家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 每一点回忆其实都是值得珍藏的